萧天叶的军队暂时驻扎在距离仓州四十公里的贺州 萧天叶刚刚回应 外面便已经传来报告 宁州守军最近的部队频频调动 大批骑兵部队连夜拔营不知所踪 其动向十分可异 晋王在乱军中被杀 只有晋王世子萧凌峰顺利带一万部队到了仓州 现在他是萧天叶最强有力的盟友 他提醒萧天叶要考虑这些不寻常的异动 不要放松了对西边的警戒 要防止他们与明郡王的军队形成合围之事 天叶你还好吧 萧凌峰看着萧天叶的脸色十分苍白 有些担心地说 萧天叶回过神来 刚才你说到哪里了 萧凌峰把话又重复了一遍 他发现萧天叶似乎身体状况很不好 萧天叶在思考着 情势确实十分危急 军队正处于最衰弱的时期 萧重华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步步逼近 从北面西面东面对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 萧重华无疑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手 这一次的进攻明显是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准备 萧凌峰沉重地说 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我们的粮食储备 差不多已经枯竭了 现在 我们把绝大部分的粮食都给了前锋部队 因为他们要抵挡萧重华的主要攻势 至于其他 我们只保留了那些最主要的部队 别的部队 只能暂时把他们拆散 让士兵散落到各个村镇去 化整为零 比较容易找到食物 这个主意很蠢 但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不然的话 早在十天前我们就撑不下去了 有一名老将领沉着地道 我的队伍还是保持得完好的 但有半个月得不到粮食补给 骑兵都已经开始宰杀战马冲击了 军官也无法阻止他们 肖林峰点头道 五十万人 已经折损了三万 还有肖天德带走的两万人 如今我们缺的不光是食物 还有士兵因为饥饿 不顾命令 洗劫了沿途的城市 大家纷纷议论 将领们吵吵嚷嚷的 相互抱怨 帐内越来越熏杂 全都住口 在萧天叶低沉的声音里 蕴含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 他的声音并不高 但喧哗立刻地停止了 帐内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抬起头 以严峻的目光环视所有人 前方的困难 我全都明白 可你们这样闹 完全无济于事 坐等萧及防守 是最没有出路的 只会看着军队被逐渐蚕食 越来越小 萧凌峰认为 萧崇华是最主要的敌人 而他手中除了二十万的精兵强将 仍旧有那最弱的十万人 这些并不是正规军队 而是战争开始后 临时募集起来的 萧崇华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 将他们训练成强有力的部队 而这些人 大部分都分散于东北面 意图隐藏 他建议现在马上集结兵力 对那些兵力较弱的部队 进行一次打击 但这个提议被萧天叶否决了 消灭那些小股部队 对改变整个战事策略毫无帮助 即使他们被击败 萧崇华的人照样会前进 那样的话 自己就要面临连续作战的困境 这很危险 集中所有部队 进攻对方中心 他是要进攻敌军最强大的核心区域 萧灵风一听 顿时就急了 天叶 这怎么可以 萧天叶道 敌人最强的地方 也正是最弱的地方 只要咱们集中四五万十人的力量 一举打一个胜仗 在他们主攻军队中 给予他们沉重一击 敌方主力将丧失大半的战斗力 无法再进 而其他的呼应部队 没有了主力的配合 他们绝不敢单独向我们发起进攻 这样 围攻之势 自然就被化解了 萧灵风迟疑道 可若是一朝不慎 很有可能陷入他们的包围 所以 我们需要人去引开他们的注意 让他们以为咱们的主力在别处 萧天叶慢慢地说 目光里闪现出一丝冷宁 既然我们缺粮 那就向他们要去 主动进攻 击败他们的军队 夺取他们的城池 拿下他们的资重和补给 萧灵风一愣 随即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按照萧天叶的性格 他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 这个去引开注意力的 分明是去送死 萧天叶好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 对他微微笑了笑 不置可否 没错 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军队里 有一心的人 不仅仅是出卖了他的 还包括那些萧天德 早已在军队里布下的暗线 看着萧天叶微笑的脸 萧灵风第一次有了种畏惧的感觉 这个功于心机和权谋的萧天叶 真的还是自己熟悉的朋友吗 他变了很多 表面上 他依旧那么肆意妄为 但骨子里他更坚毅了 阴沉的眼睛里 多了种与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刀锋 在他轻描淡写的话语里 暗藏杀机 而萧崇华这一边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一手训练出来的二十万人 是精锐的部队 但是因为萧衍急欲扩军 造成过于庞大的军迷云集 和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百姓加入 给他的指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萧衍努力瞅剑的正规兵马 最终沦为了行动不便的乌合之众 这一点萧崇华早有预计 对他而言 这些人毫无用处 甚至在战争中不断地拖后腿 而这并不是令人最不安的 在三日前 一个监军到了这里 这位监军的身份并不同于一般人 他是萧崇华的皇叔 鲁王 鲁王在秦王谋逆期间 一直称病不出 与倒戈的其他王爷相比 他更懂得明哲保身 这是身为皇室宗亲的一种政治敏感 也是因为他的实力 并不能与其他王爷相比 这才能在秦王的眼皮子底下活下来 将他在这个时候送到这里来 未必没有监视萧崇华的意思 这一点 萧崇华比谁都要明白 因为他从这一个举动中 看到了萧衍的影子 萧衍 从来不曾信任过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的盟友 萧崇华看了眼地图 对所有人道 萧天叶固然缺少两世 但若从长期战争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我们也必须供养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 大力刚刚经历过一场动乱 过于沉重的负担对于整个国家 都是一场灾难 尤其是对那些普通百姓而言 现在的苍州 正处在清皇不接的时期 即便有来自京都的补给 要供应三十万军队 实在无法长期坚持 我认为 保留十五到二十万 比较精锐的常备军就足以进攻了 欧阳觉听着 眼睛闪闪发光 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游击 并没有参与这样上层会议的权利 他能站在这里 并不是因为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受了无数的伤 而是因为他是皇长孙爱妃的表弟 又是永安郡主的亲弟弟 纵然他来投军的时候 一直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可在京都的将领越来越多后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藏下去了 然而 他始终坚持守在第一线作战 也因此 他对肖崇华所说的弊病深有体会 军队的武器差 战斗力差 每次征战下来损伤都非常严重 于是不得不从地方上抽取 更多没有经验的老百姓加入 于是军队的素质又进一步下降 这几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只是 他虽然深深知道这一点 却不能说 因为他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开口 就像这个厉害的一步下降 就是这种厉害的身份开口